哈喽,大家好,小乖,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十几年我反复回购的一些护肤品 包括你们很熟悉的Lamere,西斯里,SK2 还有最近半年我挖到的一些品价好物 视频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三个北美这边比较权威的查成分的网站 还是老规矩,开始之前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赏个一键三连 谢谢各位小主 先说一下我是比较典型的干饼皮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款面霜我可以用十几年 这是我最近不到一年的一个空瓶情况 因为我用的很快,所以不存在开瓶之后会氧化的问题 8.5和3.4是我以前最喜欢买的两个尺寸 刚才查了一下好像已经没有这个8.5的大小了 大家知道这款面霜主打的第一个是他们家的专利Miracle Broth 第二个是辅助和补充前褶的Lamtea 但因为成分中矿脂的原因,它并不适合油皮 很多网上说它不好用的也都是因为油皮用完之后会暴斗 主打绞杀完的这种油呢,又会觉得太腻了 只能够冬天用来涂涂腿或者是胳膊肘 这款敷衍密精华我也曾经把它当成油来用 但娇兰家的东西呢,我是真的真的受不了那个香味熏死了 所以大干皮建议你们试试他们家的油 我配合面霜用,涂完面霜之后薄薄铺一层一两滴就可以 当然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个油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中间除了frequency以外 还有一种黄色的石油中提取的合成染料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家的油是黄色的 别家大部分都是透明的 但是我不是很在乎这一点 因为很多产品如果单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既然用了,就希望在同类的产品中找到效果相对比较好的 再说回来面霜中也是含有frequency的 其实很多人说这款面霜不好 它主要的点就是说它有香料嘛,对吧 但这个价位的面霜中基本是没有没有香料的 但比较好的一点是官方有强调他们是不用Parabins的 虽然现在Parabins这癌的说法还存在争议 但是没有当然是好的 很多人讲Lamere是贵妇面霜 真心说一句,咱就抛开一些限量的纪念款不说 如果你用过Lapurie的一些高端线 比如说什么珍爱薄金啊 再或者什么戴科的AQ整齐啊 还有大家熟悉的主打黑蓝科技的胶蓝面霜 打过这算下来也是同样规格 Lamere价格的double甚至是trible了 我每一次买Lamere的产品的时候 就一定会收到一些Lapurie的中样的那种套装 或者是西斯黎的产品 所以我个人认为Lamere在这些产品中 已经算是有性价比了 这不是广告啊 只是一个单纯的十几年用户的蠢分享 他们家还有一个我特别爱用的就是防晒霜 对于我这么一个试了很多品牌的敏感体质的人来说 只有两个品牌是到现在为止我常年回购的 第一个就是安耐晒的那个敏感肌用的小白瓶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防晒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 还是有姐妹跟我一样啊 一涂防晒哗哗唐眼泪 对了对了还有一款是兰蔻的那个隔离一间防晒一体的 一会儿我找一下把图放在这边 当时是闺蜜给我推荐的 属于那种无脑回购的产品 因为它真的特别便宜 说完好用的来跟大家吐槽一下不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精脆水 我知道很多人是它的狂热粉 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吗 还是老版本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压根都没拆分的 你说也是钱吧对吧 扔了有点可惜 但是不扔放在那其实也挺占地的 从安全成分上来说 Moisturizing Cream已经到5了 但主要是因为Fragrance 刚才我也提到了嘛 但这个lotion它是在8 主要是因为中间有这个成分名太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你们自己看吧 它是一种可以改善皮肤透明质酸含量的抗老成分 很多美白面膜里有看到它 彼得罗夫的很多产品里都有它 可能是个体差异吧 就是我对于这种成分的耐受性非常低 关于水 这么多年来我用的最好的贵价一点的话 就是神仙水 然后便宜一些的就是一冷水 但本身不管是妆前喷雾 爽肤水 精华水 我其实觉得都蛮鸡肋的 就是它并不能够起到什么本质性的改善作用 不像面霜和防晒功能性这么强 所以这两年我已经很少再用水了 偶尔用的话也就是把它倒到面膜纸上去敷脸 晒后镇定怎么个作用 跟芦荟膏差不多 因为提到神仙水了嘛 这里我就插一句 SK2加我常年回购的三个经典货 除了神仙水以外 就是大红瓶和前男友面膜 也欢迎在弹幕告诉我 你们平时喜欢用他们家的什么产品 再说回Lamere 还有个我强烈不推荐的 就是他们家的面膜 几种不同类型的 什么纸质的呀 涂抹的呀都用过 真的是很鸡肋 我觉得还不如前男友的性价比高 还有个就是Libblum 毕竟它主要成分就是凡士林 为啥要花个七八十美金 去买这么个破东西 最后蓝麦的精华还是要提一下的 质地特别丝滑好推开 这个敷感呢 在别的产品上是不太多见的 眼霜眼精华这些用起来呢 都属于无功无过的产品吧 要说性价比的话 肯定是不如一会儿 我给你们推荐的一些评价 好不好用的 这十几年来 我用的最多的两个牌子 除了海兰之谜就是西斯里 西斯里的话 我妈妈是他们家的中粉 十几年少说下来 几十瓶面霜肯定是有的 最近几年我是在电商上入手的 但是早几年我会在专柜 买那种什么买面霜 送眼霜的套装 但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套装 因为他们家的眼霜真的巨难用 就我每次用他们家的眼霜 是一定会起脂肪力的 另一个宝藏单品 是他们家Black Rose 这个系列的面膜 我强烈推荐年轻的女孩入 一碗可以用满长时间 缩水效果又特别好 我想吐槽的是他们家的全能乳液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年我还住在Washington DC 然后在商场就是一次性 买了五瓶这个面霜 他就送了我两瓶全能乳液的正装 虽然它一瓶也蛮大支 价格也不算贵 而且我的是免费给的 但是我用完了之后 依旧觉得这东西压根配不起它的价格 你不用管官网这个植物成缝吹的天花乱坠对吧 但用下来效果就是一般 有全能乳液这个钱呢 不如去试一下他们家的losion 价格差不多 但是效果差非常大 我跟妈妈都有试过 非常喜欢 后来也回购了几次 但是我刚才不是讲吗 我现在基本是不太用水 任何类型的水 我用的都非常少 但如果你反正要花钱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买全能乳液 还不如去买这个losion 最近一年我试了好多好多的评价品 真的踩了很多雷 但是也挖到了一些宝藏 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三个 第一个 OurMate Life的这个洗脸精 我最早用它是出门旅行的时候 戴毛巾觉得不是很方便 第一个不容易干 第二个呢又不是特别卫生 这样一个洗脸精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非常柔软 但是它又很厚实 打湿之后可以做毛巾 亚马逊就能买到 当时就是搜了一个review比较高的 后来我不经理出去玩的时候会用 在家也会拿它来卸妆 或者是擦掉一些涂抹式的面膜 还有个就是夏天出海啊 下水的时候比较多嘛 像我偶尔出去游个泳 全身的防晒喷雾卸起来就特别麻烦 我一般就会拿卸妆水或者卸妆油 打湿了全身擦一遍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纸太大 还可以把它剪开来 用来卸眼周或者是绝唇 在美国待久了 环保意识会越来越强 一般长期用的一些一次性东西 是会查一下的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在四周之内 自然条件下生物降解的 也就是说不会给环境带来任何负担 真的是又干净又方便又环保 第二个我推荐你们去试一下的 手类的这个VC 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 本来想给妈妈买一些让她试试的 但是我在国内搜了一圈发现国内不太推这个东西 好像搜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典型的黄黑皮 这个东西你前一天晚上用 不用多你就挤个两蹦三蹦 哇真的是第二天绝绝子 立刻就能亮一个度 目前为止我试过了那么多品牌的那么多浓度的VC 这个是我觉得效果最最明显立竿见影的 我就是在Costco买的 也是因为这个精华很好嘛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同系列的产品中 我觉得它是比它要差了一些的 第三个我用了快一年觉得特别好的 就是Biosense的乳酸精华 开始其实是被好朋友安利他们家臭鸡蛋味的那个面霜 说是冷面平铁 我看了一眼成分呢完全不搭嘎 Biosense这边主要还是角砂丸 因为它是皮肤中本身存在的成分 所以轻浮性渗透性保湿润肤的效果都很好 可是它对美白修复抗衰这些不会有什么作用 但无意间发现他们家的乳酸特别好用 大家知道乳酸属于HA的一种 所有的酸中间它算是最温和的 不管是A层的小可爱 如果像我一样也是属于干米皮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款10%的乳酸 因为同样有角砂丸 所以保湿的效果也蛮不错 轻微的刺痛感 但是第二天早上确实是可以达到换肤的效果 他们家几乎全线产品干米皮都可以试 A唇也同样适合新手 当然A唇是个很大的话题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两点 第一个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浓度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而且即便是相同浓度的A唇 如果是不同的品牌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第二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用Bicutio 也就是大家说的不顾止分 也有朋友叫它植物A唇来替代Retino 因为很多孕妈妈孕期不能用A唇 不顾止分的效果又比A唇好 A唇有的副作用呢 它又都没有 可是孕妈妈是否能用不顾止分 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 而且Bicutio是有概率导致光明性皮炎 同时在剂量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有肝损伤的风险 我把两篇相关的文章链接放在下面 有感兴趣的小可爱可以过去读 所以我想说的是 只要不是皮肤敏感到不能碰A唇的程度 还是尽可能见利待受用Retino 或者是它和Bicutio的组合品 最后和大家吐槽一下 我跟风买的一些评价品 我就一次性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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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便宜是真的便宜 没用也是真的没用 其实我还是跟着一个学医的护肤博主买的 可能适合它不适合我吧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各种暴打消费主义 一部分博主为了流量 他一定要去强调精简护肤这个概念 同时要灌输 评价品具备和贵价品一样的效果 但护肤这个事情吧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自己去试的 无关于价格 自己皮肤的反馈才是最最直观 也是最最重要的 第二点 但凡大家通过正规渠道买到的产品 里面的很多成分其实都是存在争议的 比如说它是不是致癌 是不是致痘 是不是致敏 是不是致肌 查了一下国内的网站 就结论真的千差万别 北美这边会稍微好一点 给大家推荐三个相对权威一点的网站 可以用来查成分 一个是EWG 一个是ThinkDirty EWG上面是什么都有 有毒化学品 食品安全 还有什么饮用水污染 因为是非盈利性质的 所以它是不收费的 ThinkDirty早前是不收费 但是现在看成分的话是要花钱了 如果你们比较介意这一点 可以试一下NCI 因为它算是ThinkDirty一个净品 这类的APP可以帮大家筛选出一些比较安全的成分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适合自己 还是得真正上脸了之后才知道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结束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姐妹们最近有遇到什么雷品 或者是好多东西 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拜拜 我们下期见